谈了二十大 别带会议之后 这个二十大马上要逼近 这个二十大大换届 习近平我们在中国研究里面 讨论过很多次 到底习近平这次的连任 有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网路上最近还是有很多 讨论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 到底这个二十大 对习近平是不是有什么悬念 最近有几位老党员 共产党老党员上书 希望能够修改党章 不要再搞个人崇拜 不要再党领导一切 当然这次二十大 除了习近平连任之外 很多人在关心 政治常委和人事的变化 还有政治局委员的变化 到底能不能看到未来 下一代习近平之后的 中国接班人 胡平主席你怎么样来看待 这几位党员老党员上书 希望能够修改党章 我想当然这几位老党员 他们这封信所表达的想法 应该在党中共党内 还是有很多人是会认同的 那只是他们能像这三个人这样子感言的 那为数很少 你要说现在这个习近平他要塞连任 中共党内包括政治高层 是不是满意 是不是有人反对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 想着想得到一定有不少的人在反对 我就老讲吧 你查一查十年前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那些推你上台的那些元老们是怎么想的 是怎么期待的 而习近平上台这来的所作所为 和他们的期待有多么大的差距 那你想他们那人怎么会满意呢 那十年前就是啊 我老讲就周瑞金那篇文章 就原来上海那个黄浦平 他在周瑞金在十年前 发表的杨黄春秋就写了篇文章嘛 说这个从历史的角度看十八大 习近平的上台意味着一个政治常人的时代 而这个领导人呢 他一定会更尊重集体领导体制 一定会更衣民主作风 依照法规办事等等等等 那些后来这个满不是这么回事吗 而且习近平的反腐败 被打倒的人和他们的家族 那都打倒了那自不代言 可是在这些人的背后 这些人的周围 包括尤其是他们背后 还有一些元老 那中国行政不可能打倒的 那那些人还在哪呢 他们会满意吗 那当然不会满意 再说你包括对这个对商界 那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对商界的这种收拾打压 你不管有道理没道理 不管你从经济角度来讲 有没有合理性 但之粗暴 那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这是应该也是可以想见的 至于对这种 意义言论的打压 像包括任志强 一般民间的意义人生 那就不用言不用说了 所以你看包括我们都知道 你看刘亚洲 人家也是红二代还是驸马爷 现在就给软禁起来了 包括红二代在内 你这个习近平这个红二代上台了 那其他的红二代是不是就感到很高兴 就是轮到我们坐江山了 他们会有那种感觉吗 那恐怕很多红二代不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要说党内多少人 这个对习近平不满 这个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呢 因为你现行这种 中共这种体制 他给你各种不满 没有一种表达的空间 从来就缺好这个东西 而习近平上台又强化了这个机制 所以就这点而言的 你要看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表达不满 这个是这个这个是很难做见到的 一旦有这种情况了 那他那早翻车了啊 所以还没等我们看明 还没等我们看到呢 他这事情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所以你到现在目前为止 尽管有构成刚才说法 你要看党媒官媒 那媒体的报道 那习近平依然站在非常险要 这种位置之上 所以所以就认为他已经 尤其是那种很多说话 他已经都下了啊 习下都已经下了 这种说话肯定是站不住 这当然不认为这个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呢 那你二十大还是在按照 他先前那种 定下的那种城市在走 按照这种走下去呢 那习近平连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当然不排除在今后这段时间内 还会出现什么事情 意外的事情 因为刚才已经谈到 对他不满的一定是大有人在 这个是不言而喻的问题 至于呢 他这次会有什么 这个会有什么新的布局 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明显的 他 不会给人新的领导班子中 你看不出谁是王楚 谁会是他的接班人 因为按理说 本来在这二十大 他就该下了 对不对 而本来按照十八大的那个安排 那是你看十八大就进了胡春华和孙政才 两个六零后 大家都知道安排这两个六零后 进十八大政治局 那个意思就是让他们成为两届之后 也就是现在二十大的这个接班人 也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当时十八大把他们安排 就是隔代指定的意思 所以那么但是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习近平这个修改宪法 当然已经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 把这当然已经都废掉了 那么现在那顶多就像我一旦谈到胡春华 还仍然可能得到重用 那就是当国务院总理 但是不是当总书记 那胡春华按照原来那个态势 是一副要接总书记的班子 孙政才是接总理班子 那本来按原来那些元老们的规划 他们两个应该在十九大就入常的 然后二十大就接班的 那十九大他们就入胡春华都入不了城 你这个孙政才干脆就给抓起来了 一判而判个无期 所以就是当时元老十八大的时候 那些元老们他们安排的这个隔代接班人这个计划 基本上就已经做废掉了 可是呢只是他也不可能完全废掉 因为那毕竟是那一时候十八大的时候 那些元老们的一个共同的决定 当时恐怕包括习近平本人 他也会表示某种认可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都刚刚是被大家推上来 所以他那时候他心里不管他心里多不高兴 他未必在当时敢对这个事情提出完全否定的意见 所以当时本来这么个格局的 那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格局已经完全给废掉了 只是只不过你过去毕竟像胡春华 是当时是那么多元老推举的 你也不能完全否定 你又挑不出他什么毛病 所以我觉得下面也不能让他唯一重任 这个完全可能 但这个这个唯一重任呢 已经是大大打了折扣唯一重任 因为本来是要接总书记的 那叫你当总理了 那叫你当总理的意思 就是不让你当总书记了嘛 就这个意思嘛 那么接下来习近平有没有可能 安插他更信任的人 成为总书记的这种接班人这种考虑呢 我觉得也没有 第一他自己广告线都不清楚谁是谁不是 另外一现在他他心目中如果有的话 那亲信的位置还比较偏低 你不没法一步就把它提到一个很想要的位置 因为我们要看新的二十大里头有没有王储 能不能显现出王储 那一定会得到一个从年龄上啊 从和习近平的关系上啊 以及他在新的政治局中间的位置 这几个因素来考察 如果在那显然在未来的政治局常委这一级里头 恐怕你很难能看到又是习近平的亲信 又足够的年轻啊 同时又占据了七伤委这么一个很要害的位置 那么如果他只是在政治局委员这一层里头 那他就那他就习近平的亲信就多了 你就很难说谁是谁不是了 而且作为一个独裁者 你看习近平的那个意思 那不是说就把二十大再做多做五年 他本意恐怕绝不止多做五年 还希望多做十年 还希望做了更多 那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 他不 我觉得在未来二十大 我们不会看出有谁是已经放在了这个王储的位置 好谢谢 黄老博士 你怎么看 你还是坚持习近平有可能不连任的这个可能性吗 我还是说 讲讲看 让大家听听看 对 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70%他退下来了 这三十可能性要留下去 这个我的理由不是说 因为什么信息也准确 是根据经验逻辑和这个自己的判断力 也就是说习近平下来 就合规矩 合什么规矩 和至少邓小平 那个什么建立以来的这个两个人计刺的一个规矩 也和这个江泽民之后的七上八下的规矩 打个比喻 就是一种说 也第一点 这个合理 合什么理 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前 反对那个什么元朗干政 让那个吴近平遭全退 把军委也让出来了 而且那个什么不准元朗再干政了 对元朗也这么看了 那么你现在你不仅不下了 不仅不是干政了 你还不下来了 那不合理嘛 说不过嘛 在党内的也说不过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不合理 不合省的利益 不合大大的利益 不合关心的利益 权贵的利益 不合资本的利益 也不合劳僚心的利益 公民社会的利益都不合 为什么呢 他这几年搞的这个 说反腐好像对中共的那个什么腐败 有什么遏制 但是之后搞的这个对这个国际民退 那个新冠清零 然后那个什么 对国民社会的打压 这一切 不仅是 carn不了身 民不了身 而且资本也不了 也难过 刚才我们谈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从这三个角度来讲 从规矩 那个什么道理 的造立 都是他年来都不合理 都不符合那个现实 至少 从那个岛屿上来讲 他不应该再下去 再把人家下去 再一个就是 现在一种 习军下来 要就会清算 要把他 拉到治愈史地 我不认为习军下来 如果他下来 他是会平安下来的 而且他也会 就像我前段时间 写的片广章一样 就是他会平安的下来 就是说 就想说 跟这个江生民 火箭刀推来一样的 不会受到清算 因为这是为了 党内的和平过渡 一个妥卫 也是个规矩 你不能说 那个什么 那个是倒计 他该下战了 然后由于他 这个 一些政策 损坏了 一些权贵的利益等等 那么就报复他 这样报复 如果以暴还暴的话 那个中共党内 这种互相 互相互相 就是说 由于这个立场 那个利益不同 互相互相的宰割 最后的结果就是乱 那就说至少 那就说要么就是 连任和伯连任都搞政变了 那就只有政变 所以我当时说 如果说习业连任 他必须 相对变相是个政变 就是我控制了 所有的那个什么大脑 控制了所有的政治局常委 和政治局的委员 和地方大脑 他们不得不听我的话 那也就是个政变的 因为他把规矩破了 那他不连任呢 因为他是被迫推下去的 他本来不想下去 真的不想下去 但是被迫被推 被什么 逼下台 那当然也是一种政变 那时候 其他事例 常委也好 什么政治局也好 大了也好 联合起来 或者形成共识 让他下去 那么我就 就这种结果是不好的 这种结果是对他习近平也好 对其他权贵都没讨厌 自从中国的角度 中共的角度 就好 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也是希望 也是希望 他不连任 他不是说对共产党 要抱什么希望 而好幻想 而是 就是说他不连任 至少在中共体制内 他还是说 这还是就说 毕竹一说 人体制保证了 党内的基本的这个 这个民主 被压也保证了 那么这是总比这个 一个人 那个什么 长期执政 然后那个 艳唐也定于一尊 那也至少要好得多 从成都上来讲 这不是说 因为这个制度 我不认同 那个专制制度 一党专政 我不认同 就像这三位党员说的 你就不应该把这个 什么东西来拜登 党成年到一切 马逊东这句话 要从薛夫关里边 拴掉 为什么呢 你这个 哪有 像宪法里边 美国是说 从 这种英国 大选中英国以后 第一个宪法出了之后 从来没有说 一个党 在宪法里边 担任领导地位 党应该是服从宪法 而不是宪法 来服从党 这个在一党专制会出现 在共产党专制会出现 在中国在这种宪法里 会出现 这是很荒唐的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习近平连不连任 我认为 当然事实上 从刀意上 或者从规矩上 和利益上面来看 他不应该连任 或者他不会连任 不应该连任 那么就是他会不会连任 就要看 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所以在环节的问题上 也定于一尊 能够把所有的反动声音和力量都压制下去 他有一种能力 我不认为他有百分之百的能力 所以说我还是认为他有百分之三十下来的可能性 百分之七十可能 就说他就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七十下来 我是认为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三三 是来 八王一三公 八王一三公 然后也可能他都赢了 然后上去 那个上去之后的结果 我们可以想见 他不会是好的好的现象 OK 好谢谢彭刀的分析 这个盛民啊 你觉得彭刀刚才提到了 那我们想一想到底王储在哪里 还有剩下这六十几天嘛 大家估计一下 你觉得习近平还有什么 连任什么黑天鹅会吸引吗 我我我我我先查一句 王储的问题啊 王储 我查一句王储的问题 我查一句 我没有王储好像就不会不会有换 就不会下来 他王储 习近平已经把回去破了 他没定王储 不能说现在他没推 他就没把王储推出来 那个他就他就不会下去 这是一种不符合现实的 那个中共内部的独立的现状 我认为如果他要下去 谁都可以上去 一个不管谁上去 都不会什么什么什么 出现什么那个什么 政权危机要动摇的问题 对不起 嗯 我觉得如果习真的会下的话 今天的中国早就混乱不堪了 就是不知打成什么样子了 就稍微有一点这个可能的话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根本就不值得讨论在这儿 就只会就一笑大方去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说王储按正常情况下 他如果他只干五年的话 就再干五年的话呢 这二十大他应该规定 就下一届的接班人了 要接军委副主席 应该表现 现在就连影都没有 所以我同意胡平的说法 他根本就没有想 就是接班人的事 他想的是再干十年 不是再干五年 所以你意思说如果从这一区二十大政局常委去分析去看的话 如果看不出个端倪的话 没有他的接班人 就是总理应该肯定就是 上总没说过了 就那位任务 对不对 我们下一个议题会讨论 就是至于说总书记的接班人根本就没有 也许如果李强进场的话 有一点疑 因为如果没有上海这个 疫情失控的事件的话 李强本来大概率是接总理的 因为那是他真正的人 他自己最信任的 也是跟着他的 但是因为上海这个事以后 我相信他要做妥协 所以现在总理就是胡春华 那么如果李强进场的话 他可能就进书记处 那就是他未来的一个备胎 但现在看不出来 我不认为 例如说七上八下也好 这什么隔代指定也好 这些规矩早就破了 根本就没有约束力了 对他 李元老对他根本有约束力 现在人们讲的备胎和会议 编出各种故事 宋平怎么说他 江泽民怎么说他 其实就我知道宋平根本就没去 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105岁了 江泽民也没有去 而至于说 温教宝怎么说他 温教宝现在是自身难保 只要再把段伟红那个时候拿出来拎一拎 我想他还敢说什么话 还说什么 讲富朗哥的那些故事 那都是胡编出来的东西 我认为刚才冯仑明先生说 这个习军如果不连任的话 就早就乱了 他不会乱 怎么会乱 他不连任我觉得恰恰不会乱 不是我说我说今天中国今天就乱了 不是说他不连任以后 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一旦出现这种真空 还有两三个月 就没有 就是已经都像外面说的那样了 就是怎么怎么样了 你就想想中国能乱成什么样子 现在 各路人马就串联军队的那些倒戈 那些政客的那些 我觉得完全没有那个真相 完全没有那个真相 就出现三个老人 三个其实还是左派的老人 写这么一封不痛不痒的信 还有民间传说什么企业家也写的一封信 现在就是这些造谣的人 以前你说就是 郭文贵造谣 他至少还拿出红头文件来 现在连文件都不拿了 就是说据传 你觉得他叫红头文件是真的吗 红头文件肯定是假的了 但他至少还拿一个出来 对不对 还给你亮一亮 现在那些造谣的人 连文件都不亮了 就是说据传有封什么公开信 又有什么什么东西 公开信你也编封信啊 对不对 我讲的不是这三个人了 这三个人是有 前面不是还讲就是 130个红二代的公开信吗 你也编一个出来 连编都不用编了 就是据传 现在造谣就两种 就是低级一点的呢 就是我们看到那种 就是造一些乱七八糟的谣 什么董经纬要叛逃了 对吧 王岐山又叛逃了 崔天凯又滞留叛逃了 那低级一点的 高级一点的呢 就是说 求证 对吧 来一条东西 叫你求证 无非就这两种 就谣言实际上 真的就是弱者的武器 是无可奈何的时候 才玩正这个招数 但凡有点其他的招数 都不会在这上面去纠缠 胡斌 人事专家 这个胡斌 跟这个声明都提到了 这个没什么悬念 也没有王储 在干死你 你看法呢 我觉得习近平修改这个法律啊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没有给一个限期的限制 这就造成了现在今天 对中国未来的情景 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搞真身制 还是说你只搞20年 还是某一种条件之下 你需要下来 没有这些制约的条件 大家就很容易 从历史的经验里面进行联想 我呢就是看海外的媒体比较少 看中国的媒体也比较少 因为我知道 二十大也好 二十一代也好 很难按照人们的逻辑推理 或者是历史的经验 或者自己的政治道德 或者是你的智力来能够进行判断的 虽然你可以组合出各种各样的合理性 但是二十大跟十九大 十七大十八大是很大的不同 它应该呢 是脱离了它原来的这个惯性 它有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创新 但是也可能即算是不出现这些创新 它有可能跟之前的逻辑结构和历史经验 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准备在九月份的时候 推出这个六度的博弈系统 我们的这个观众 我们的这个订阅者 你只要是订阅者 只要是跟我们节目发表意见的人 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嘉宾 你们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博弈的 博弈 我们通过一种无价值的一种 这个数字货币给你 然后你去说 这个谁上谁下 谁上谁下 然后如果你最终赢得了这个博弈 那你当然可能会得到这个有价的奖赏 但是呢你不会付出一个真正的一个 一个经济上的损失 假如你错了的话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训练一下 来找到一个我们最终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共识 否则的话 这些造谣的人 或者是由于造谣所造成的这种被误导 情况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严重到你已经没办法想象 你甚至认为这个 你真的是如果有一票给了老百姓 老百姓你真正能够有效的使用你那一票吗 神圣的一票虽然是你自己的权利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使用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不是要经过一个民主的教育过程 我倒觉得未必是那么机械 但是确确实实要通过这种政治本身的一些结果 让对自己的判断力 也许是一种考虑 最好我们看看别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得到这个准确的判断 那当然你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虽然没有皇储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权力体系里面呢 两个人是可能会在在位的人 第一位的人出现问题的时候 扮演这个天台性的角色 就是两个 一个呢就是国务院的总理 在法律来讲呢 他一般在党内的地位是第一副总书记 类似这样的一种地位 那么第二个就是书记处的常务书记 这两个人都不能说是王储 但是他就像美国这种权力的序列的接班一样的 只不过是中国从来没有公布这一点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的经验去判断这些东西 现在对习近平的这个反对的力量非常之强 非常之强 我所接触的企业家 商人 知识分子 这个 这个 或者艺人是很少很少有为习近平讲话的 甚至认为呢 为习近平讲话都是一种羞耻 但是这并不等于大家的反对 就是那么的 只是因为道德或者历史经验 或者是你的利益受到伤害 就认为一定有合理性 有一些政治人的行为 政治家的行为 他需要经过一个时间 需要经过一个时间 也许几年之后 大家真的再证明习近平是一个最不可适的一个独裁者 也许有的时候就发现了 在中国的这种转型阶段 有一些这个措施 有一些集权 他可能就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从过去30年很多国家的转型 包括中国自己的这个变革之路 就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不是说有了民主 有了自由 有了一批知识分子 或者是有了街头运动 或者是有了政变 改变了原来的政体 赶走这个独裁者 这个国家的体制可能会变得更好 恰恰相反 至少30年很少有这样成功的例子 何况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我看起来 就是说虽然大家反对的意见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国还没有完全达到一种失控的地步 还是按照一定的秩序 一定的战略的想法在往前推进 也许有一些情况需要一些时间 怎能证明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至于是不是存在这个 习下或者是怎么一下 我也同意顺便的意见 其实你一个月上没有讨论任何的价值 因为你稍微了解一点点 中国的这种政治的基本的形态的话 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几乎不存在 所以我不知道彭涛博士为什么还有 70%高的比例 我觉得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 彭涛是一个政治学博士 他比我们看得更专业 更深刻 否则的话 凭我所接受的 因为我接受的比较少这样的信息 也许我认为这种好像不太可能 毁一所思 但是你看看海外有这么多的各种各种说法 也当然一种说法吧 因为我们是一种自由世界里面 可以丰富一种 大家对中国的政治的认知 所以我希望二十大 结束之后我们再来检讨一下 也许这个时候更有价值 好我们尊重多元的声音 尊重大家的看法跟分析 我们进行了三个议题 我们这个要稍后休息一下 等一下稍后回来之后 我们会谈谈李克强 谈谈胡春华 谈谈王富林 谈谈林桑利 谈谈司马 司马兰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再回到我们明镜电视 中国研究院现场 我是黄道平 我们今天的嘉宾有 彭涛 有胡平 有冯胜平 有和平 四位嘉宾 来跟各位要分析一下 中国的现况 跟目前二十大最热门的话题 连续三个议题 我们这个议题 第四个议题 还是探讨一下二十大 到底这个三位议题 会不会破 所谓三位议题 就是中共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 还有中共军委主席 这三个有没有可能发生 像当初江泽民在给 在我接下来胡锦涛接位的时候 当中出现的有关于 中央军委会主席 当中有overlap 还江泽民还在 还没有全部把权力 交削出来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要讨论一下 这个李克强 因为不到七上八下 有没有可能继续留在 常委里面担任其他的要职 胡顺华 这个本来是隔代接班的 指定接班的 那这次会不会比较顺利入场 这个六零年后的 所以我们来谈论一下 黄涛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三位议题 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 因为你提到了这个习近平 不见得会顺利连任 有没有可能三位议题 习近平跟上一次江泽民一样 他有些权力的没有下放 我先不谈判断的问题 因为现在缺乏一些资讯 但是有一几种看法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上 如果他是上 不完全上 就是说把总书记让出来的 这种说法 国家主席反正他会连任 一直到最短埋 还要连任到明年二月份 那个春天那个人大开 两个两回开 在招会之后 那么就说这是一种说法 至于军委主席 他能不能连任 如果他如果总书记都吃掉了 军委主席再连任 当然有相对名作为写 作为先烈 不完全排除的可能 但是由于他以前反对这个大了 就是说前任前任这个退下来以后 就不能不要再管那个这个什么 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那个新一家的那个什么常委的事务的话 就是不能干真的话 那么现在他又强调 我下来以后 我还是要走那个什么 这个江南民前走过的路 这个对他自己刚刚上任的时候的这种表态 这种态度是就是这种自我否定 我希望当时这个省委联手的时候 是这么强调的 也就是说这是这是说不过的 至少我们从你的道理上面上是说不过的 再一个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他上 他再上了就是 他总书记也保持了总书记的位置 因为这个就是说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都连任 这个连任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 他就是把我们的日常公 他有这个能力 这个左右和控制这个常委和这个政治局 以及这个地方大佬 还有这些什么退休的一些反对派的东西 一定有反对人能反对他 这不仅是一半的人 很多人都反对他 有权的的人反对他 无权的人是不喜欢他 是不是能不能反他是另外一种事 但是不喜欢他 这已经是一个共识 这是一个趋势 那么他要如果说三个职务的脸上 他一定是用他铁腕的时候守到 或者他有这个能力 在基地供建原法系统和军队系统 能够能够什么的定于一种搞议宴堂 谁也不敢反他 谁也不可能能动用他的那个地位 另外一种说法是 比如说一种共识 至少主要的权贵们或者是有权力的人 常委也好 或者说政治局委员也好 没有一个共识 没有这个强人 中国这个共产党的政权就没有保障 那么要有保障的话 他必须要有出心的人 就是红二代 像习近平这种强烈出心 坚决捍卫这个父辈打下来江山 不会被延伤革命 这种人的掌权 而且这种掌权的一个种子和一个原 基本原则就是要跟西方对垒 要跟西方的制度默示那个什么抗衡 要抗衡 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比过这个西方 东方基将的什么来的 可能看着这种自信所谓的 如果说习 这是一种可能 就是说习他可能 不仅是五年十 十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都可能的 只要他甚至能够允许他 也就是说几乎几乎就是一个 变现了中生制的 再整可能就是 双方又打成一种妥协 比如说如果说反对力量 还有点力量的话 那么就是说他让出 他任总书记 或者说那个什么 他推出他们一些的一种说法 就是他选 他提出一个 二十大以后的候选人 二十一大的候选人 那个什么王处 他这一节在联络上下去 人家但是被削弱 他的权力会被削弱 比如说 他如果说人家是总书记 然后那个什么 他不连任军委主席打个比喻 但是不可能 就是说他如果连任 如果他人总书记 他一定会形容为主席 除非他把 就是说总书记让出来 然后连任国家主席 不仅一件 也可以连任两家国家 就是说一个李宾毅 他就是说他的副国 他的那个什么国际 就是说作为国家主席 这个身份一直能把他下去 这也是 就是说推理上的 也是一种可能 就是一种妥协吧 然后他指定了他二十一大之后的皇处 也是一种 也就是说一种互相妥协 我个人看来就说这里边 要么习近平能够有这个能力 什么八王一三公能够立亚群雄 让自己能够三个职务都连任 三文一体都能够能够保存下去 那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更加集权 更加这个西方对垒 跟西方多对 然后中共未来的发展前途 比方他们说的 也至少有点朝鲜化 不是朝鲜化嘛 我觉得越来越来越拉化等等 那么就是说 跟西方的关系 已经会更强 台湾关系 台湾那个问题 也就会 会出现更大的动荡 因为这样西方更不认可它 也不认可他 更不认可你的话 中国和西方的冲突 就会更强烈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就会跟中国有更激烈的冲突 甚至就很可能就说台湾就会有战事 但是从台湾角度讲 从西方和美国的一个 比如说脱钩的趋势就更大 这是可能的 除非齐心民联任以后 他的权力被削弱了 他在比如说国务院的事情 他不能插手了 以前是靠牛或什么火力疯 他们来把国务院加工 现在看来 李克强已经把这些权力拿回来了 现在就是说经济问题 现在李克强在管 有的人说是因为李克强要卸任了 要为自己立功 我看他不会是这么 习近平不放权 或者是不是被逼放权 他会让你 李克强学兵夺主 不可能的事情 至少很难去成立 这么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就是说习如果上 那就是一个 如果全上的话 三位一体的话都不放的话 那就说 那就是他那个真正表现 他确实能够控制一起全局 所以谁也把他没办法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他控制不了全局 他必须妥协 然后就让出总司机以后 然后那个甚至军委主席 他如果总司机让出了以后 在联任军委主席的可能性 我个人因为是 刚才我说了 不合理嘛 你以前的反对人家 你在那个 江泽民和胡锦涛连任军委主席 这事说不过的 所以说我的感觉 要么他把他能够 那个什么 通过强硬手段连任 要人认 他说通过强硬手段 他就三个职务 他就连任了 要么就是他妥协 他总司机一定要拿出来 如果他不连任 做妥协的话 有两种可能 一是总组进来让出来 然后国家主席保留 但是军委主席也要让出来 再一个最后一种可能 就是他所有的权 那个什么 三权都放出来 然后就结甲归帖 一想天然去 好 这个谢谢彭道博士 这个胡平主编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 你克强到底有没有可能啊 最近在深圳延宁港的谈话 引起大家注意 他有没有可能接总书记 那在北大会之后 富光平平的胡春华 接总理 如果说习近平脑袋顿开的话 有没有可能性 我觉得现在你看不出 李克强会接总书记 这种可能性 总的来说呢 现在我觉得第一 所谓三位一体 他不会打破 如果他要打破 那当然习近平就倾向于 要总书记 有了总书记就军委主席 那国家主席倒是可要可不要 因为国家主义可以变得像过去一样 纯粹是个礼仪性的职务 那他就不用费那么大劲去修改宪法了 费那么大劲修改宪法 就是让国家主席可以当三届以上 那当然就是为了他别的职务 所以搞修改宪法就以本身就表明 这三个一体是拆不开的 拆开了他就不必去搞修改宪法了 第二呢七上八下这个我觉得规矩 他也不会废掉 道理很简单 你七上八下他意思就是说 到了八就闭一下 那不等于说你再七你就闭上 那么他这个八下八就闭下 这给在位的人一个把他的高级同僚 给弄下台的一个最方便的 不需要找理由的办法 否则你要把你的高级同僚 又不是跟你一派的人 你要搞下去你几乎是做不到的 你除非找到很大一个罪名 找不出很大一个罪名 那你怎么让他下去呢 你没法让他下去 特别到了政治局常委这一级了 你想想看谁都不能下 谁一下都认为是很大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这个你六十八岁也不算高 所以你很难说的身体 以身体为原因 而且每一个在任的人 他都只是这么个态势 大家想想 当他接任总书记的时候 同时因为他这个总书记 都是前朝的元老 他们商量妥协的结果 当他们确立把你扶上总书记 之位的同时 就也扶植了其他的人 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也就是政治局常委 其别的常委 你的最高层的这个同僚 都是别人加给你的 那其中几乎没有你的派系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你要有派系 你没当第一把手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搞拉王杰派的 这个是犯大机会的 你只有当上第一把手之后 你才可以提拔你的亲信 可是当你当第一把手的时候 你刚刚上位的时候 最高层 那个政治局常委那个圈 都是别人安排的 没你的亲信 你的亲信恐怕那个时候 运一般级别 级别都比较低 你原来又不能提拔 那么连政治局里头 恐怕都很少有你的人 你在第一任期间 你只在第一届之后 你只能提拔别人进专委员 到第二届之后 你才可能把他提拔 到政治局这一层里头 当然可以个别的 可以火箭提拔 你像李强就是 李强在十八大的时候 刚是中央候补委员 所以他跟胡春花差远了 胡春花那时候政治局委员了 他在候补委员 到了十九大 那就成了中央政治委员 然后马上就在十九大之内 就把提拔到政治局 就进了政治局 这是火箭上升的 这种情况是 是不可能有很多 所以这么一来呢 就是你习近平面临 你周围左右同僚 你一看政治局常委 这一圈不必说了 就连政治局委员 这一圈里头 你的亲信都是有限的 那么你就只能指望了 这些人 既然他们都是前上元朗安排的 他们岁数都是比较大的 那么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靠时间来淘汰他们 那他们自然就淘汰下去了 留出一个位置 你就可以把你的亲信提拔上来 反过来你不要七上八下 你废了这条规矩 那你对于那些别人安排 事先给你安排好的 你的高级同僚 你就没办法让咱们下台 除非给他们罗织一个罪名 那又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 所以七上八下这个对在任的领导人是有利的 他为什么要废掉他呢 他犯不上嘛 那么他这么一来呢 那你看现在这几个常委 那就除了栗战书和韩正 因为到了年六十二退 也就只留了两个位置给新的人 那李克强呢 因为他总理已经当了两届了 你过去你这个修改宪法 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你没有取消其他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 也就是像总理 这个还是有任期限制的 你做了两届了 你就该不能再当了 李克强在今年的两会上也讲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当总理 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你按照有这个先例 像李鹏当了两届总理之后 又去当人大委员长 当然他不能变小了 他只能变得平级的 那么因此他李克强接下来 再转任人大委员长 这种可能性就是很大的 那胡春华呢 我刚刚谈到了 他就因为他 他不单单是你年轻啊 他不单他的资历比你李强雄厚多了 刚才讲的嘛 他十八大就政治局委员了 与此同时 李强刚是中央候补委员 这个资历差太远了 对吧 所以你要比起来 那当然没有优势 更重要就是 胡春华这个接班地位 是十八大那些人就已经定下来的 你这个现在习近平来说 他他最要紧的是 他在二十大能够连任 这是最重要的 他只要做到了这一点 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 那么他这个总书记 三连任的总书记 那他的权力比他头两任的权力 就还会大 那么他做到这一点 那他在其他方面就可以做些让步 他就而且他也违背有那么大的权力 就可以那么任性 把什么这个时候就把他 都把亲信提拔到最要害的干嘛 他做不到 他也需要对别的元老 别的人做一些妥协 这个权力大饼不能让你一个人吃完了吗 连渣都不留 你要是把胡春华 就当个副总理 让李强来当个总理 最重要干嘛 全是你家的人 不管那个人原来级别多低 那个履历资历如何之缺乏 那毛泽东都未必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讲的 他就很可能在他得到三连任的前提之下 在对其他的一些重要岗位上 要对一些元老做一些妥协 要开个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嘛 那就得给别的元老 那因此胡春华接任总理的可能性 就会比较大 其他两个我觉得就像这个王沪宁啊 赵乐际啊 他们基本上就是就不会保 就有太大 不一定有什么变化 因为那么高层他都有这个问题 你换一个位置 都会有很大的麻烦 那么接下来呢 当然就是 唯一就是这个副总理 常务副总理韩正下去了 你上个谁来 那当然你上这个让铁强接替 这就比较顺利成章啊 所以整个来说 我觉得他下面这种安排 当然也像何彬说的了 那共产党的事 他有没个章法的啊 没个规矩的 他的规矩都是随时可以破的啊 那因此我们的分析总还是建立 但是我们又没有什么小道消息 那小道消息常常也不可靠 那我们刚才我这些分析呢 无非是建立在 对已知的一些信息 已知的过去的 他们的一些运作的一些 成型的或者不成型的一些规则 一些一些惯例 以及在上层我们外边 能够分析得到的 各州派力量的力量对比 以及出于政治运作的一些考虑 这么的这么种设想啊 那当然到头来是不是这个样子 更何况还有还有两个月呢 这整件还还可能有变化 但是只是依我现在的分析呢 我觉得可能像我说的这么种安排 习近平连任总书记 李克强改任人大委员长 汪洋继续当他的政协主席 王沪宁继续当他的书记 赵乐际继续当他的中纪委书记 由胡春华接任总理 由李强接任副总理 这种布局是 大概是我 这是我的估计 证明呢 证明你对胡宾主编的这样一个 新的政协常委的分析 人士 看法怎么样 三位一体到底会不会破了 三位一体 并不是他的一个金贵玉律 很多时候都可以破 就是 首先这习这个人呢 他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 比如他的反腐 所以绿度始料未及 他修宪 那么也是始料未及 最后跟美国呢 分道扬镳 对抗 也一样 所以什么 七上八下 这个曾庆红 定出来的这个规矩 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所以说这个 主席是谁 就国家主席是谁 那真的是 这是一个变数 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个中华人民公共和历史的话 第一届是毛泽东 就那是当时建国 三个都是他 那总理当时 那个就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 都是毛泽东 党的主席也是他 但第二届主席呢 中国就是刘少奇了 第三届呢 我们知道是李先烈 第四届杨让坤 所以说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他是可以让渡的 就在大权在握的情况下 通常呢 就是国家主席呢 可以是另外一个人 而现在习实际上就是大权在握 这另外一个人呢 大概三个条件 第一呢 就高望重 这个人 第二呢 自己人 第三呢老好人 基本上是这样 至少就是第三人和第四人都属于这种 他可以是一种作为 一种仇勋来给的职位 从这个意义上看 这次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肯定是习 总理呢 就是胡中华 这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还真可能就是给一个其他的什么人 这个人呢 应该是 是习自己的人 他不会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中国现在 中共高层的布局 已经不是妥协的结果了 这跟十八大的时候不一样 那个时候呢 党内 还有一些争 跟那个胡温 或者跟那个 邓小平和陈云的时候都不一样 那个时候是双风政治 以后是九龙治水 现在就是 就是一尊 他要给谁 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他自己的人 可以对他 一些安抚也好 筹劳也好 而且他能帮上马 如果真的他要把这个钱分掉的话 有可能这个 他会给 王岐山 或者给一个他自己什么样的人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何彬呢 何彬你 你对这个三位一提 这个 尊重胡平先生的逻辑 他是很认真的 这个基于他的认知 基于他的逻辑特定 但是呢 我不反对或者是赞成 我当然是不同意 这个盛平和这个彭涛博士 对不起啊 两位都是研究政治学的 我通通的不同意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让出什么主席啊 或者是总书记 国家主席 盛平是认为让出国家主席 彭涛是认为让出总书记 对不对 是吧 彭涛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产生的 三位一体是一个 经过几十年来 在全力运作的一个基本上的尝试 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国 是一个党的体制 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党的权力 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国家主席是国际社会认可的 一个国家元首的一个职位 如果你剩下只有总书记 或者只是这个军委主席 原来你国际社会 你就没办法活动了 你学会去访问朝鲜 访问越南 访问古巴 对不对 你没办法去别的国家访问 以前政治局常委啊 他们其实最喜欢去的国家就是西方 但是呢他们西方找不到对口单位 像当年周永康就不知道哪个单位接待他 还有一个叫李昌春 对吧 负责意识形态 也不知道谁接待他 你这些主席吧 你还可以说是 议会和人大一个上议会一个下议会这么一种对接的方式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三位一体 是这个中共经过长期的权力斗争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不能分裂 分裂就会形成了党内的派系 党内的这种东西 毛泽东讲的党内有派啊 就是他是有感要发 中国共产党是一帮土匪 是一帮革命者 是一帮理想主义者起家的这么一个政党 后来拿到江山之后 很多人的资历很深 很多人的山头很大 这就造成毛泽东时期 他需要通过一个文革 这样一个革命的方式来颠覆原来的派系体制 然后他一样多大 但是到了后来 这个毛泽东一死 就完全就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政变 郑小平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权力的一个结盘体制的一个问题 因为权力结盘体制 无非不就是 这个皇权继位 选与政治 或者是通过暴力革命 这个 产生 这个 土的权力 或者是政变 拿到这个非法拿到权力 还有就是通过这个选举 你很少像中共这种体制之下能够让权力的运作有一个合法性 有一个合理性 它非常非常难 非常非常难 我认为中国的权力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居 居多 既不会让出所谓的总书记 也不会让出国家主席 甚至要不要让出这个总理 我都有疑问 因为 总理这个权力啊 你可以说是比总书记小很多 但是很多实际性的运行 没有总理还真不行 因为总理就是合法的 真正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 形式上他还是有很大的权力 而且他在党内呢 是第二位 虽然有一些阶段可以把人大委员长 比如李鹏的时候放在前面 对吧 但在实际任性中间 你是没有办法把一个人大 或者是政协主席放在更前面 如果按照这个胡平先生的话来说 你极大的人物都可以留任 你一个新进来的常委 他的体制的排位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在政治局和政治常委里面的排位的方式 跟地方领导人是不太一样的 习近平上任 从权力的角度来讲 他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终构游戏 就是我刚才讲的 最终权力怎么交出去 这个习近平不管他是终身制 或者到阿尔多尔大以后 你总之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是天下大乱 那就是一定会 头部血流 第二个就是 他任命的人物应该就是他 希望的人 而不是 像其他派系所妥协的人物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很难相信 川普当了总统以后 他就任命一个 上一家阿巴马的一个人 成为他的这个最重要的歌员 对吧 你民主社会的这个选举的赢家通知 在中国这个体制里面 未来也会表现出来 原来靠这种所谓的党内派系的平衡时代 我认为已经过去了 我认为已经过去了 现在应不应活战法已经不重要 应不应要不要让出国家主席是几乎不可能 要不要让出这个总书记更是天方夜谭 有没有 我插一句好不好 我插一句 好 那个胡斌先讲 我觉得一个排名问题 我觉得你要是假如胡春华当了总理了 那他在党内排名 他可能依然排老三 让李克强排老二 对 就像李鹏似的 李鹏不当当总理的时候排老二 不当总理当人纳委员长了 还是排老二 朱镕基排到第三去了 所以他可能采取这个模式 你看上去好像就不至于那么年轻人一下跑到前头去了 这种可能性还不大 但另外一条呢 我觉得当然他中共他这种体制确实有这个情况 就是你第一把手的 我就老讲吧 你第一把手的权利很有趣 一方面有些宪法上 党章上都没有规定的权利 你都有 但另一方面呢 有些党章上 宪法上 明文赋予的权利 你反而没有 最明显的一条就是 总理按照宪法 是由国家主席提名 人大常委来批准 但是你看看就这几人来 从江泽民那时候朱镕基当时李鹏也好 朱镕基也好 胡锦涛的温家宝也好 到这个 这个 习近平的李克强也好 那总理都不是他们主题提的名字 都是那元老拉朗普给他拉出来的嘛 对不对 而这是法治的权利 最重要的权利就是你来 你看台湾也是台湾行政院长 那就是总统提名的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行政院长和总统当时 打着头部血流啊 有一个阶段 是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但是他中国这么做 中国他有他的道理 就是 你别的国家 你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你总统 你的行政部门 那当然都是你的人 行政部门就只有一个声音 就是为总统适从 他没有三千 而你共产党 你没有三千分立啊 你里的适存 他是各种各样的派系啊 所以你又不在这个意义上 你不能被对已有的各个山头 多多少少有少 就有所照顾 那个民主国家 我这个掌赢了 那我就 这些 改我分的 明文规定的 改我分配的那些职位 就是我就全分成自己的人 但是因为你们反对派 你们有别的机会啊 你们可以和我竞争的呀 而你在中国没有竞争 所以到头来 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了 所以反而呢 在共产党笔下 就像毛泽东说的 老要说要 我们要搞五湖四海 民主国家领袖 从来不说我们要搞五湖四海 他完全可以不搞五湖四海 你不服气 那我们搞得不好 你下次保险下来就是了嘛 所以他从来不会在自己的 行政部门里头 安插 反对党的人 他从来不会这么做 这么一来呢 所以中国他这样有的情况 你现在 你随便这个派 对习近平来说 你现在 这派系还是存在的 就是最先这些高级官员 进入高级 这个官员 这个 这个这个系列 是有他的一种特殊的背景 是不一样的 那问题就是 只是呢 再过一两届之后 那就没有了 那就真成了 习家的天下了 因为你这个 我们看到 因为我说中国的派 共产党派系呢 它是有寿命的 它不是无限长的 因为为什么有寿命 很简单嘛 你不是按照观点路线 来接成的派系 你纯粹是靠人 接成的派系 人脉 纯粹是某一个人 当了第一把手 他利用他第一把手的机会 提拔一些他喜欢的人 这么就形成他的派系 那么他能够 第一 他当第一把的时候 年龄都已经很大了 他能够提拔 他代为时代在场 他也能提拔的人 也只能提拔一些 他熟悉 他了解的 而且已经担任 相当高级职务的人 因此他顶多提拔一两代人 到了第三代 第四代 他任都不认识 他没法提拔了 所以你看 邓派 首先邓派就不存在了 你说原来 胡锦涛时候 还这么于政生 你可以算成是邓派 你现在就没有邓派了 你在说江派 河庄山被认为是 有那么大势力 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 一直在常委里站多数 那现在江派也没有了 那团派就是胡锦涛 从他那下来的 那现在那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 胡锦涛了 到他们这边下去 就没有了 再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习近平他就会很清楚 他现在 第一 他要对这些 已有的山头 他多多少少要做学土 第二 那么他靠着七上八下 你到后来 那就没有了 就就没有 因为他既然已经打破惯例 不止做十年 要做十五年 他甚至还要做二十年 那到后来 那就成了清一色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他我觉得他 他第一 他就干了就 为什么他 他不会打破七上八下了 那个是他一个很方便的武器 把别人都给杀下去 第二呢 也是在现阶段 我觉得他恐怕还是 当然这个也行 你和别人说的对 你不知道会怎么做 这种可能性 他和元朗们 一些元朗的安排 多少做一些妥协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还是比较大的 好的 我觉得 采取啊 赢家通吃 这个和平 说赢家通吃 我觉得对习近平 这一届 是不是能够还 能够全部 全赢 一百分之百的赢 还是赢 百分之七 或者百分之八十 或者谁 那么你还得百分之二十 咱们这是三十要妥协的 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说的 我认为他说的比较贴切 民主社会这个通吃是可以的 但是他通过选举选 那我当然也通吃了 但是专制社会他没这个能替这个通过选举来能替这个权力转换那个机制 他如果那个就他这个就是反对派他就只能靠权斗靠靠这个党内的这个权力平衡和这个什么国益来达成一种平衡 也就是说在人事安排上我们得我们得达成一种相对平衡 或者说我有多少力量我有多少股份我就有多少人在这个台湾上 那么就是这是确实是一个一种不同的区别 就是说现在是赢家通知的话 我在人的时间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件 那个什么所谓的洗上以下这个传言传出我写的评论我都强调一点 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习近平要上 当然一定是会如果他也上的话 一般是三权都在手里边 他不会说一般情况下 他不会说我只拿总组机或其他两权放出来 或者说只让国家主席其他部分 要么就是差不多全部拿下来 就是要对赢家通知 说那个什么反对派要么就把他全部干下 把他的权力全部削掉 按照时间以后到期以后到站下车 一点权力也不给他 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说法 要么就说他要我全部下来 要么他是这个就是我们就别下来 也可能他不下来 比如说三权都不放 但是在人比如说在常委人性问题上 政治局势性问题上一定会是不是会 一点妥协都没有 全都是习家军的 那就是三分之二四分之三都是你的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是可以可以要有活的空间的 我觉得刚才胡宾生说的还比较比较提及 就是那如果三代二十一代二十二代以后 那情况就不一样 如果说习平一直在台上的话 那你又回事了 因为其他前几代的人 人已经慢慢就消亡了 全都是他的人了 这是可能的 所以说要么上 对是的 那这就可能他三权都不放 但是要么就是他三权都放下来 这就说 但是其中人人用博弈的 就是说在人事安排一定会有所 有所什么妥协或者平衡 好谢谢 我们很快就知道 我讲一句话 这个是有一个历史的典故 就是说所谓党内无党帝王思想 党外无派千奇百怪 毛泽东说过这个话 一般就归结于他 实际上现在党内的派系 基本上被解决掉了 就从18大到19大 就是解决党内的派系问题 所以现在倒真的是一个 就是一家独大的局面 而一家独大呢 他恰恰是那个 主席那个职位就不重要了 刚刚何滨说 就是出国访问这些 其实你看上一次给朝鲜祝贺 那就是王岐山作为特使去的 毛泽东到了最后南韩 他不是朝鲜 到南韩去 毛泽东他也是呢 他不喜欢干这种事 所以他就把那个主席 国家主席就让给刘涛奇去干去了 他觉得这挺麻烦的 其实后来毛和刘发生矛盾 很大程度就在这个问题上 你叫他去接见那外国元首呢 他觉得烦 你不叫他接见呢 刘涛奇一天到晚出风头 加上王光美在旁边还戴那些大项链 他也不舒服 就是对吧 就是别人那些贺电就给刘主席了 再加上他自己最相信的两个人 他的所谓的罢警委员 一个王东兴 一个罗瑞卿 到底下搞调研回来 先给刘主席回报 不给毛泽东回报 这其实都是文革的根源 所以习完全可能 就是让掉那个根本不重要的职位 就是我讲第三届 他就是李先念 就是个老好人 第四届杨上坤 因为在六四里面 杨上坤立了功 就是他用得着的人 至于说党内无党这个话 其实他不是毛泽东说的 这句话人们一般认为 因为陈独秀在一首诗里面 说到这个 其实也不是陈独秀说的 是国民党一个元王吴志辉 他最早开玩笑的时候 说了这个话 陈独秀十人崖会 他写进了自己诗里面 也没加付诸 毛泽东又再说了一遍 因为他官大 名头大 现在就归到他头上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中国政治的一个常态 就是他可以在短时期内 可以一派独大 然后还会出现各种各样派系 至于说的就是 做很多年以后 就没有派系了 那个东西就不值得说了 对吧 你要做一千年的话 那当然都是你了 就等着你做很多年以后 你也就死了 新的人也就出来了 新的人又有新的派 康熙这些 乾隆做了60几年 那他一死 他的儿子就有自己的 那和尚就不行了 就得死 好 谢谢各位的分析 三文一解 很快 二十大道 我们就可以揭晓 到底习近平怎么样的安排 他的顾取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